好,這題是有關於那個五子洗花培 他說秋水腺素會造成所謂的無分離 就會造成三倍體嗎? 大家,秋水腺素造成無分離 是不是從2N變成4N 就這邊,這邊是2N 然後秋水腺素會處理之後變成4N 所以應該是2N變4N吧? 不是3N吧? 以題目來講不是3N吧? 秋水腺素你複製的啊 我有兩個染色體 複製變成四條染色體 這四條染色體相當於4N 那應該是4N哦 所以A就不對了 然後再看B選項 蜘蛛甲,甲在哪裡? 甲在哪裡啊? 哦,在這裡 蜘蛛甲它是個3N的個體 如果是激素背 它染色體配對面困難 會造成不孕,這是對的 激素背就有這個問題 所以激素背的植物體是不孕的 然後再看這個C選項 蜘蛛甲同圓的多貝體 它是同圓多貝體,因為它是3N 它能開花,一能結果 可以,你看我一授粉 它有開花,授粉之後就結果啦 圖上都畫出它的西瓜了 西瓜就是它的果實 它也看到花就花來啦 對,所以題目都已經跟你講 它開花結果啦 它只是沒有種子而已 因為它是不孕的 無子,沒有種子 對,所以C是正確的 然後再看這兩個西瓜 這個西瓜呢 其實是這個果皮 我們知道說植物上沒有果肉嘛 果肉其實是果皮 中果皮或內果皮 這果皮來自於這一所花的脂肪幣 脂肪幣來自於4N 所以這個阿把西瓜 它應該是4N吧 那β西瓜應該是3N吧 但不論是3N還是4N 還是1N還是2N 基因濃度群是一樣的 因為基因濃度群不是看幾條 染色體,是看幾種染色體 第一對染色體算一個基因濃度群 第二對染色體算第二個基因濃度群 如果今天你第一對染色體變三條 那還是一個基因濃度群 所以基因濃度群不變 所以豬就不對了 好,最後一個 阿把西瓜我們說它的果皮 果肉是4N 然後種子的胚是3N 因為它是4N跟2N的小孩 對不對 4N跟2N的小孩就是3N沒有錯 就是4N除以2變2N 2N除以2變1N 3N加1N受精變3N 所以胚是這個 那β西瓜呢 它來自於這一個媽媽的脂肪幣 這脂肪幣是3N OK 它有未受精的胚出 沒錯,還沒辦法受精 所以E是對的 接著 感谢观看